今天下午要带我们来看到美中这一场飞弹赛跑全面白热化 共军的攻台主力尖16居然曝光了 挂载了这个六马赫的怪兽 到底谁该紧张呢 好 我们看到这个事情是什么 因为是大家如果把时间拉回过年前后 那时候大家有发现大陆的空军过年也不打烊 而且他在2月16号大批了这个机群 然后进到台湾防空识别区的西南空域 最近大陆的军网就是他们的电视台 释出了当时的这个画面 释出了这个画面不得了 不给大家看还不知道 给了大家一看 那天出海的大陆军机歼16战机上挂了 不但挂了飞弹而且还挂了 你看1 2 3 4 4颗这是什么玩意儿 这是霹雳15 第一 它号称速度很快 它可以达到音速的6倍 第二 它的射程超长 它的射程超过100公里 甚至于有人说可能会有300公里 为什么会有300公里 因为它这个飞弹本身的射程非常长 然后也就是说让它这个飞弹 能够进行一个远距离的一个空中狙击 而且霹雳15飞弹发射以后 它会往上飞 它本身并不是 就是说我们通常过去 我们的一般的空对空的飞弹 发射以后就朝射你的飞机的前进 它的模式其实跟过去美国研发的生产的 AIM-54 也就是凤凰飞弹非常像 它发射以后先往上爬 可能原本飞机战机高出1万公尺 它先往上爬 爬到大概3万公尺左右 然后到你敌机接近了这个空域以后 再往下冲 冲下来攻击你 而且它的速度快 我们知道天下武功 唯快不破 你从上面冲下来又是6码 6倍音速 基本上来讲它这个战机 在霹雳15这个飞弹冲下来的时候 你要能够顺利的逃脱 难度非常的高 而且这个飞弹它更特别是 我们看到一般的空对空的飞弹 不管你是像AM-9 我们讲的香尾蛇飞弹 香尾蛇飞弹它的弹头 大概差不多9公斤多 10公斤左右 AM-120 现在我们空军的主力的AM-120 这个中程空对空飞弹 它的这个弹头大概也只有18公斤 就像你觉得其实奇怪 这么大一个空对空飞弹 干嘛只有9公斤 18公斤这么小一个弹头 为什么 因为空对空飞弹把飞机打掉 不是靠大的炸药能去炸 而是它里面会有这种 我们称为叫锻造破片 这个锻造破片 当你这个飞弹火要爆炸的瞬间 就会把这些锻造破片 通通弹出去 你看如果说今天 以一架飞机来讲 假设说今天在这边附近爆了 甚至没有直接接触它 爆了以后对不对 它的一大堆 15百个小小的锻造破片 通通刺穿到你的飞机 对 就刺穿到你的飞机里面 可能就把你重要的管线 然后电线 电缆 或什么控制的油压 这架飞机就无码分尸了 对 就在空中就被打到 可能就完全丧失战斗能力了 但是我跟你讲 这个霹雳15这个飞弹 它本身弹头你看 居然重达30公斤 30公斤 你刚才说18公斤而已 对 所以它这个飞弹 设计来就是干嘛 就是打大飞机了 就是说大型的飞机 你当然要炸药的数量 重量要更重 然后你才能够射出 更多的这种锻造破片 那大家听到这个地方 会疑问说 你说它可以打320公里 那是很远的距离 今天发射出去之后 怎么样精准导引 打后面 在更后面的空中预警机呢 所以你看大陆研发了一款 神雕五人机 那这个神雕五人机 说真的它本身 它的驿展宽达42公尺 你说这么大的飞机 你在这个空中 不是更容易被打掉吗 我跟你说 它的概念就是让这个飞机飞得更高 然后一般而言 我们刚刚讲 不是讲这个战机 它在空中作战 它通常其实大概 差不多1万公尺左右 1万公尺 大概3万多英尺 这样一个高度 在这样一个空域中作战 但是这个飞机 它飞到哪里 它飞到远超过 我们大家进行空战的空域 也就是可能飞到 大概离地面20公里高 防空飞弹打都打不到了 对 或者你要用 很大的防空飞弹 一般你这种战机的 空对空飞弹 你是打不到它的 这个时候它让它这个神雕 无人机在空中 做无线电中继 或者是目标的中继 让它这个飞机 本身它透过它飞机 上面本身的雷达 或者说电子征收系统 征收到以后 然后再把相关的资讯 在霹雳飞弹 这300多公里的飞行的过程中 一直告诉你霹雳飞弹 敌机在哪里 敌机在哪里 就让霹雳飞弹在爬升 然后往下冲的过程中 能够朝向正确的方向去冲 然后在中端再打开它的雷达 然后让它这个提杀链 能够非常的精准完成 所以我们看到了 歼16发射 今天神雕来导引 A发射 B导引 最后300公里外 精准命中了 好了 我们看到了这样子的 双重加持的 这个精准打击之外 这个震折威力之大 那美国怎么来应对 其实美国他们现在也在开发 他们自己下一代的空对空飞弹 而且美国现在这个飞弹 其实已经开发出来了 叫什么 AIM-260 AIM-260 它当初开发的要求 就是要怎样 就是我不能比现在 AIM-120飞弹还要大还要重 就要在现有飞弹的规模上 去开发一个新的飞弹 但是重点 它的射程要更长 所以这款飞弹 AIM-260 它的飞弹射程 其实也达到200公里 因为你看 现在AIM-120 大概C4 C5 C7 它的射程大概 也已经快接近150左右了 但是它这个射程又要比 我们刚刚讲到AIM-120更长 而且它这个飞弹 它本身我们知道 以AIM-120来讲 它是雷达导引 但是如果说 今天雷达导引 快要打到你的时候 万一敌方电子针 那个支援系统抓到你了 这个时候 它用很强大的这个电磁 去干扰你的飞弹 的可能性有没有 有 那这个时候 你的飞弹就有可能脱锁 但是现在这个AIM-260 它其实说真的 学我们的这个熊二飞弹 我们的熊二飞弹 它就是用雷达还有红外线 双重的这个熊标 也就是说 今天我的飞弹飞过来的时候 万一即便我的雷达 被干扰到失去作用了 我还有红外线 还用红外线 我可以保证我的这个飞弹 万无一生 一定K到你 而且它这个本身 它是用双向的资料链 数据链来这个链接的 所以也就是说 今天未来像比如说 以这个AIM-260这个飞弹来讲 也许新的战机 它没有办法挂很多 但是它可以依靠什么 它可以依靠传统的 第四代战机或四代半的这些战机 挂了一堆以后 由这些像可能是F-15 或超级大航风 它来发射 之后由F-22的雷达 来帮这些飞弹做导引 真正做到A发射B导引 所以我们看到了 现在是空中基站 可以说是美台飞弹赛跑之外 另外一个全新的战场 就是AI 中美在AI的战场上 谁占上风 美国国安会 AI的这个部分 它做了一个最终报告 这个报告警告美国政府 必须要加强AI的这个发展 要不然中国大陆已经会超越美国 这个地方是美国非常担心的 任何一个世界强国都一样 万一别人有技术超过我 我就很惊惊 那老共做到什么程度了 其实你看大陆现在 它包含在水面 还有路上这个无人系统里面 它们其实都有非常大的 这个建树跟进步 比如说我们看到 大陆它们自制的 这个小型的这个无人战车 锐爪 它这个锐爪 其实是两台车 把它结合在一起 锐爪1跟锐爪2 锐爪2其实是一个载运车 它透过一个类似像 六人的小型的无人全地形载 然后把这个小型的锐爪 装在锐爪2的小货舱里面 然后等到到了任务地点的时候 因为锐爪2它本身是一个轮行车 比较适合路上行动 但是你看这个锐爪1 你看它上面带着一挺机关枪 然后你看它上面还有包含 这个光电的征收系统 然后它还是用履带 虽然说它这个履带看起来 确定是一个橡皮的履带 但是你看它可以在这种 恶劣地形下它自主行动 也就是说如果它本身 透过城市的设计的话 它如果今天本身就已经 执行任务之中了 它开到它所需要执行任务的地方 它可以透过光电系统的感测 见人就杀 见人就杀 我们讲到了解放军的 AI战场上的发展 这是陆地上的 海面上的这段画面更是害人了 为什么要这样讲 它几乎就是海面的狼群 自杀攻击的部队 没错 你看 他们这次动用到56艘无人艇 在南海 然后进行海上的盾形的变换 56艘你看 它可以从四个横队 然后变成重队 然后从原先的多的横队 变成少的横队 然后而且你看 它这全部是透过 AI的城市设计 你看像这样的 其实对于不管任何一个国家的 海上的正规军来说 都是很麻烦的一件事 为什么你看 这56艘无人小艇 你看它还可以在海上进行 对形变换 排个军名两个字 这么灵活 军名两个字 大陆简体军名两个字 然后再透过 你看军名之后 马上又换成下一个队形 如果说今天 它是在跟敌方的舰队 正规的军舰 在接战的话 我派出这么多的 小型的舰 你看 它接下来就看 它把整个船 排成一个航空母舰 这个是航母的形状 对 它排成辽宁号的外形 你看 还把它投影一下 另外它在用这一艘 快艇冲过去的时候 象征它是歼15的舰载机 从辽宁号上飞越而过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们现在这个无人艇 其实可以说 像这样子 如果说面对到 敌方的这样一个海军 它是又类似像这样 狼群攻击群 如果说你看 每一个小艇 都有一部分的火炸药 然后冲到敌人的舰艇旁边 之后进行爆炸 那你说别人的军舰 正规的军舰 是不是反而会变得 非常的危险 回头你来看看 这一份最终报告 要提防共军的AI发展 美国不能穷紧张 它做到什么程度 其实当然 当然美国也在这方面 开始集体直追 其实美国你看 它也开发类似 跟刚刚我们看到 中国大陆做的那个 锐爪很像的 这种具备作战能力的 这种小型的机枪 这个机器人 另外他们其实 还开发了一款什么 这种它开发以后 它其实要跟它的AI 进行搭配 也就是它有自动的 搜索敌人 还有猎杀这个系统 包含你看 像这是一个机枪的车 但其实美军 他们现在这种 自动的这种 无人猎杀这个系统 它其实本身也运用到 这种AI辨识 跟AI执行任务 这样一个方式 你说战场就几个动作 搜寻 锁定 扣板机 它现在如何跟人 达到完美的协同 当人按下执行纽之后 这个时候 他的目标寻货器 就会开始先去寻找 战场上哪些东西 符合他资料库中 相似的敌军的影像 或布阵的方式 然后接下来 他要决定开始进攻 进攻的时候 像过去你看 像他这样使用大量的弹药 过去传统的 这个是卡拉辛尼可夫 俄罗斯在发展的 这个时候如果说 你一般传统的弹药 当你锁棒锁定敌军的时候 你能看到 你还要想一下 然后想一下之后 你要打过不打 然后你机枪按起发 但是像这种 战场分秒必争 对 但是像这种AI 你经过AI的这种 程式化之后 他搜索到的敌人以后 他锁定以后 他会立刻判断是具有敌意之后 马上就发射 而且又用非常精准 非常精准的数量跟弹药 也就是他刺激也比人准 然后他使用的弹药这个量 也比人准 所以他同样的一个单位 他可以进行的 敌军的这个居差数量 比人类更多 所以你看这是美国的 他透过像这样一个 光剑针搜索 看到敌人 然后发射 甚至还可以调整 炮弹爆炸的这个排程 所以你看 AI越来越可怕 邀请您一起加入 5G爆星文会员 跟郡相一起 哇 真 像 好 真 像 他在这里 我把镜头脑 像 我一个人 我把镜头脑 银子 像